白浩宇 沒有 我在刷牙 我一會兒再打給你吧 那我也刷牙 我們兩個一起好不好 所以那天 你今天能曬頭了是嗎 真的沒想到 他力氣還挺大的 你今天跟他一起回來的 沒有啊 我坐公家車 為什麼 因為夏祥宏 總經的工作給遲了 他說他有大把的時間 正好要在我家裡待幾天 往底下帶回來 我不知道 人還以為他才是我爸爸女兒呢 所以當初上大學之前 你跟你爸爸 一直住在你姑姑家 那你們和姑姑的關係 一定很親吧 是啊 但是我也很努力地獨立 也就是說 在我去美國不久 你爸的印刷廠就出了問題 反正都已經過去了 說到出版社 我突然想起來 當時出版社旁邊 就有一家特別好吃的年糕店 我現在好想吃 但是我已經不記得 那家年糕店還在不在乎 我現在不跟你說了 我洗個臉好嗎 拜拜 拜拜 感冒快點好起來 早日恢復 哎呦 喂 你怎麼又打過來了 不是 我現在正在看你給我 你給我寄的明信片 你在這裡邊你還寫錯字呢 你知道嗎 真的 什麼字啊 你感冒快點好起來 早日恢復的灰 你寫成灰色的灰了 你知道嗎 好丟人哪 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哎呦 這有什麼不追究的 你知道嗎 你現在還會寫成灰色的灰嗎 你是不知道 恢復的灰是怎麼寫還是怎麼 哎等一下啊 有人按門鈴 喬兒說今天要住我家的 早回來了 是不是忘拿東西的呢 等一下 有的按門鈴 我說是喬兒回來 他們說是 我住幾天才過來 等一下啊 你好 不是 你的臉 我 好久沒見你不化妝的樣子了 那你也不能為了看我不化妝的樣子 大半夜突然過來 是什麼意思 很可愛 我 幹嗎 剛才突然過來剛好在打電話呢 我來給你送這個 年糕啊 年糕 很熱 是書版社旁邊那家的 你說想吃年糕 我怕你馋得睡不著 所以你就特地送過來呢 我 我 那我走了 你幹嗎 一起吃完再走呗 給你 給你 我真沒想到你能找到那家年糕店 居然還開著門也是太神奇了 這個味道真的是 和小時候一模一樣 幾十年都沒變過 你知不知道吃年糕其實有一個小測試 真的有測試 測什麼 就是看你 是怎麼吃年糕的 有的人是一口吃掉 有的人是要分好幾口 你怎麼吃掉 分兩口吧 分兩口吃的人呢 通常 比較謹慎 比較中規中矩 比較害怕孤單 沒有安全感 還有不太懂得變通 我覺得好準 這哪裡準啊 這很準啊 我哪裡不懂得變通 我這是恰到好處的穩重 眼皮怎麼這麼厚 你還能說出這種話 我臉皮厚 能有你厚嗎 我眼皮 怎麼厚啊 你這是瞎編的測試吧 從小不管吃什麼都能編一套故事出來 我小時候那是過生日 而且是我媽媽沒有準確告訴我生日是幾月幾號 那我肯定就說每個月的三號就是我的生日啊 而且是你們自己不懂變通 我算是生日你們就相信了 怪我啊 還早上了 快醒 早 早上了 早上現在幾點了呀 我上次睡著了嗎 我知道了 不行 我上班遲到了 我先下去吧啊 辦公室見 辦公室見 天哪 在車上睡著我也是醉了 拜拜 我的天哪